FX前成员雪莉上吊自杀 韩国艺人为什么频频自杀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彦 欢迎大家来到时事讨论的系列 最近韩国娱乐圈再次传出自杀的新闻 但是我一点都不震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是因为自杀的成员不够红 而是因为韩国艺人自杀的新闻 几乎年年都在发生 根据报道 韩国的自杀率位于全球第二 有媒体统计 过去15年来 韩国艺人自杀的人数就超过了40位 其中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包括 2017年韩国Shiny人气成员 钟炫烧炭自杀 韩国女演员张子言 因为不堪遭性侵和潜规则而选择自杀 崔真时和同样是艺人的弟弟崔真英 相继因为忧郁症而自杀 在分析韩国艺人频频自杀的原因之前 我们先来关心这则新闻的主角 雪莉 雪莉 韩国女歌手2009年以FX组合正式出道 雪莉凭着甜美的笑容成为FX高人气的成员 不过雪莉在2014年暂停演绎活动 2015年宣布正式退团 FX剩下的四个成员在雪莉退团的那年发行了第四张专辑 自此FX就再也没回归 有不少人将原因归咎于雪莉的离开 那有人就爆料了 FX在忙着宣传和表演的时候 雪莉总是和她的男朋友游山玩水 她的自私害了其他团员的一生 雪莉在托团单飞后就越来越放飞自我 经常在IG上传每一穿内衣的基督罩或者直播 这些脱续的行为也一直饱受网民的批评 2019年10月14日雪莉上吊自杀 至于雪莉为什么自杀 大部分人都认为和她生前患有严重的忧郁症有关 再加上她长久以来受到网络语言霸凌 所以最终选择不归路 很多人就很好奇了 韩国艺人明明个个长得帅长得美 知名度高前途无量 为什么偏偏要跑去自杀呢 那我今天就在这里分析了韩国艺人自杀的六大原因 第一,工作强度大,收入低 表面上艺人光鲜亮丽 但如果你不是一线或者是二线歌手的话 通常你的报酬不会很高 甚至非常的低 大部分的收入都归唱片公司所有 尤其是男团或者是女团 由于成员过多 最后分到歌手本身的钱真的是少之又少 第二,潜规则盛行 娱乐圈有潜规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韩国的潜规则真的十分严重 韩国自杀艺人张子言就在遗书上面爆料 他曾经为三十一人提供一百多次的幸福物 即便这件事闹得轰轰烈烈 但最终没有多少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落网 让人不禁感到十分心寒 第三,人物设定不符合自己 大家要知道 大部分的艺人都是有人物设定的 即便你可能大辣辣 但公司却要营造你乖巧的形象 你喜欢抒情歌 公司偏偏要你唱摇滚歌 或者你明明不爱跳舞 但公司偏偏要让你组成舞团 雪莉离开FX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做自己 第四,网络霸凌 网络霸凌一直都在 尤其公众人物更容易受到网络霸凌 大家不要小看语言的力量 语言杀人于无形 而且很多的时候 法律根本没有办法制裁那些网络霸凌的人 很多艺人因为不堪受到网络霸凌 最终走上不归路 第五,忧郁症 明星的生活一举一动都被媒体无限放大 所以生活的压力非常大 人气太高又很容易受到网络霸凌 人气太低没有话题性又很容易大受打击 所以韩国艺人是忧郁症的高风险群 第六,自杀案件的传染 自杀是会传染的 当年金中炫在自杀过后 有两名粉丝也跟着一起自杀 香港歌手张国荣在跳楼九个小时后 香港也发生了六宗跳楼事件 自杀率比平常的日子高出了一倍 韩国艺人接连自杀也间接导致了 越来越多的韩国艺人有自杀的念头 不知道你对韩国艺人接连自杀的新闻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 影片的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高抬贵手 我们可以批评别人 但是要拿捏尺度 不要成为语言杀手 因为我们的一句留言可能间接害了一条人命 如果你也觉得你患有忧郁症的话 千万不要转扭脚尖 请找朋友或者是专业的辅导热线帮忙 放心你绝对不是一个人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不错 也希望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点赞 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